我觉得民进党的政客恶心的地方就在这里 黑的地方可以说成白的 占了你的便宜可以说是我在帮你一米 明条第三名的每种跟第一名的打对台 说我这是在礼让 没当过狗屁明代选输第一次 还输给了个奸情肆意的吴玉生 套柯文哲外议效应终于选赢的 还能在四年后放屁 说我在新北市板桥区打选战 是在帮你台北市的柯文哲拉票 所以何博文的意思是你派了一堆幽灵人口 从板桥迁户集到台北去帮柯选市长吗 这为反选罢法了呢 要不要自窃啊 笑死人了 不讲清楚 光看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的说辞 我还以为2014柯文哲是选总统 咧波浪福波浪福 民进党可以再无耻一点没关系 之前有人拿我来跟KK斯比较 我是觉得不要比来比去拉 我比KK斯有趣的地方就是我比较会发钱 挺 所以这篇发钱拉 每时推100批发到爆哦 昨天第二篇跟今天得奖的朋友先别急 我假日再慢慢数钱给大家 针对KK斯上面这些说法 我解读台北市长的选情是这样看的 先说我是支持柯文哲的 请柯粉不要激动 而且我预言 柯文哲会赢 而且民进党不会有人出来 请台湾民族主义者也不要生气 柯文哲的支持者很反民进党 是有其中原因的 很多台北城中长大的49后第二 三代不容易融入台湾民族主义情绪 而普世思想对他们来说是一项救赎 国族认同他们与中南部群众不同 于是就变成了讲着进步价值 但是实则是放弃国族认同问题的一群 会倾向柯文哲这种人物 在台北大量存在 这是柯文哲的圣音 很多人认为民进党与民众对着干 其实没有 民进党只有和网路上的进步青年对着干 也就是类似KK斯这一类的人 但是这一类的人离开北北基 其实就很少了 从地区版的使用者人数来看 就可以发现PTT是个七成以上使用者 都在着水西以北的论坛 但是在国民党金流被封锁 并且资源减少的今天 2018地方选举跟民进党抗衡 大概还是有55波的水准 为什么如此呢 其实地方选举这种东西是很吃地方人脉的 今天处理一个选民服务案件 那个家族的票就到手了 今天帮一个家族安插几个约聘人员在工作 也是一样拿到这些人的票 所谓的深耕地方是这样做的 也就是让自己的人脉在地方上盘根错节 像这种票是铁的 除非说今天失去分配资源的权利 那才会让一个地方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结束 什么摸奶或性骚扰都打不成的 很多人因为劳基法二次修正痛骂民进党 但真正的编辑劳工他们的声音是出不来的 把所有资方想成像是顶心或是远东那样庞大的财团也不太对 其实大多数的资方没有那么庞大的背景 有些可能只是在夜市摆摆牛排 有些只是炸鸡店老板 员工三四个人这样的规模 他们大多不照劳基法走的 调查器也很困难 但是各位想想 要小本经营的都照劳基法走这些老板会怎么做 坦白说希望中央政府去制定法规保护劳工是很困难的 就我所看到的某线劳工局 整个局八个人含局长副局长 加上约聘跟替代11个人 要处理800家企业的的劳资问题 希望劳减落实是天方夜谭 而且别忘了 地方上的中小企业主会常常去跟那些人吃饭 跟劳减员吗 还是跟铁锈带劳工 还是跟高级官员与民意代表 永远不要期待扩大政府权力 政府就会主动照顾弱势族群 这是脱离现实的 因为政府的官员与议员总是跟有钱有闲的人一起 当然 依我的立场是希望可以落实法制 但一个复杂无比的自由市场经济体 很难由中央政府的官员去研议一套方案 更别说落实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想提升劳工意识的方面应该从工会法与劳工意识提升来做起 前阵子我处理了一项选民服务案件是这样的 某个照顾服务员因为内部派系斗争被老板逼退 并强迫签订自愿离职书 但该照顾员有五年以上的工作资历 理论上应该可以领到将近十万元的离职金 法定 但是 因为老板威胁说不签就要对照顾员提告 于是他就签了 白纸黑字在那 钱领不到 这个案例是很常见的 因为照顾员对法律不熟悉 加上害怕老板的恫吓就签自愿离职书 损失了近十万元的离职金 后来经过我居中协调 最终以三万元的离职金收场 我跟那个老板说 今天一毛钱都不给人家 这样你名声不好我也难交代 多少给一点吧 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三万块收场 但其实 如果该照顾员不签的话 老板能告他吗 其实只能乖乖付钱 但一个年近五十的欧巴桑造福员会懂这些吗 我想劳工意识的提升在于社会教育 而工会的残缺不全更是当务之急 与其尽全力去都政府定立一个没有人力去实行的劳动基准法 大家去告诉编辑劳工应该要自己懂一点 法律不要被骗了 有机会更要组工会站起来 可能比较实际一点 至于KKC与某些进步青年 凡事都要用道德去检视我是没有意见 那是他们的自由 但我必须告诉各位 选举所反映出来这些人会当 选代表的就是台湾民众目前 还是接受这样的政治人物当选 也许台北走得比较快 资源也比较多 但是离开北北基 网路的影响力道真的很弱很弱 而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腐化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也正反映了台湾地区选民喜欢的还是这些政治人物 越乡下资讯欲不自由的地方 这两大党的版图还是稳固的像是水泥一样 我相信时代在变 但是没有那么快的 很多事情急不得 以免走进了其路也说不定 把政府的权力欲修欲大 希望政府保护弱势就是一条绝对不该走的歧路 在持续的节点上 东亚原本有几种可能性 袁世凯原想推动君主立宪 而张太炎是自由主 意的先驱 宋教人跟黄兴是代义共和制的推手 而陈炎明的联省自治也能带来和平 但命运女神却让引入共产主义的孙文 掌握了时代的方向 而愚蠢的民众至今还认为霍言百年的孙文 是个伟大的人物 漫漫自由录 https www 费斯布克 科公尺每秒 s7bl https www s7bl 布洛格斯波特 TW有些是很隐晦的 不好说钱是很公道的 喜欢钱的朋友们绝不是乞丐 而是懂得钱的价值大多在FB上的地方版 多不讲政治的依法论法 签了自愿离职书 上法院也打不赢 能拿三万回来 很不错了 现实总是残酷一点 劳工法规的宣导很重要 但完全没人在做西斯托里亚 转录制看板 帕布利西苏零四 十四十 二十四 看不懂先推拉回外星了 钱你这篇完全打中我啊啊啊 说得好 谢谢你说出新生好吧 但还是要投个票吧 笑死柯文哲被民进党里 让一堆基层堵烂肯定不会上 越乡下资讯欲不自由的地方 政党版图还是稳像是水泥科粉 报道推一个 YA推你为何这么多钱 推钱推推钱推推推推 有深度推一个 推说得好 五年资钱费几个月 劳保保最低的吧 推好不过 有个疑问 难道中南部青年不上网 我是台中看时代 眼镜把钱惨推推 前瞄波浪服推推好推推 很实际又不魅俗 DPP一定会里让的波浪服 除非小鹰被架空推推拉推 说辞前后矛盾 KKC比你好太多 推母猪里让好呀 DPP秀下线才有力 时代力量壮大 普神推 越乡下资讯欲不自由的地方 这两大党的版图 还是稳固的 向外省人以前崇拜 马英九现在找到新对象了 是水泥一样 这点毋庸置疑 你谁想比KKC废话 一大堆论述不轻推推 一下月乡下资讯 是水泥一样 很正常 KKC连自己不上八卦 PO文的承诺都守不住 讲的话跟狗屎差在哪 推科本来就讨建国派骂 但除了他也没别的选项 推推KKC粉针凶 推EQWE差别 在KKC的报文 不用发钱让乞丐门 推文真材实料 硬底子台北比新北幸福多 新北只有警犬 跟不知冲过啥的滑脑灯泡推 台北以外的南部人 都不上网的推推 前推真材实料的狗屎 你也吃得很开心嘛 推推所以最后 你是帮老板省了七万 推真的乡下动不了 推推讲的不错 给推不用钱钱钱钱 也推推三 四个微型企业去博软 唬烂我只想拿钱钱推 先拿钱推 前推我彰化家乡 真的是这样 上次选举投票 当天还是还有装脚 大胆手在现场 对每个阿公阿妈 摇耳朵说 头几号推推 发钱还没报 波浪服可怜推 这样照服原根冠老板 应该都觉得不错 但这样的结果 我实在推不下去 可能我还是太天真 看得太少 把美元幅美元幅 美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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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落长 KKC连自己的承诺 都守不住 那种人实在推不下去 补推波浪服 看错 推前民族认同 大错特错 就是民族认同 才认同 科这篇 就要来虚一下 第二段第三段了推 为何KKC要突然毁约 重反八卦了阿娃 我被讲钟矮 推推算是挺有道理的说明 推前代钱拉干 推前推推 我还是不喜欢两岸一家亲 但这篇完全解释 我心里的疑问 有意思的论点 推推可以推 但拜托别发钱 不发钱也是能推的 PTT是个七成以上 使用者都在浊水 西以北的论坛 推这推论有点妙 推认同乡下地区 和资讯不发达的地方 有政党固化的说法 前推推 但其他地方怪怪的 就这样没事推 KKC这种蓝绝说白点 就是KMT到了四处流窜的 党国一序而已 板上就一堆成天打高空的阿幻想 哪个法律定出来可以推本文 大拯救所有的无知和愚蠢有可能吗 扶植第三势力 好与钱刚才需的推文的第二段 第三段改成第四段 第五段 抱歉会去八卦版的 看地区版 没人就不想去了 这数据这样看不合光是要赚钱 要休假都可以在一个事业体造成极大的分裂里 年轻的要休假老的 有年资的要钱 你说这该怎么办 推看八卦一天到晚 在酸南部就知道都北部人了 身旁的人对劳基法毫无概念 怎么可能意识到权力有和 只有台北脑包才会讲出那种省钱比建设重要的逻辑受损 了不起跟着风向随便骂骂消消气而已 拉推劳工意识比较重要 甘愿为奴的人就不了推 我怎么记得 KK斯是高雄人 推推国民平均素质提升的速度 没那么快 十万vs三万 这样的调节也太占劳工便宜了 决青只会哭灌老板 知道冠老板你还做 室友被虐狂 就跟你签了自愿离职同意书一样没就的道理啊 波浪福还一堆说被自愿加班不领钱的 这种到哪都捡脚拉针的要去打官司 哪有那么多美国时间慢慢好虚拟的南北论 有些地方说的不错给推 乡村地方的确是谁给好处就挺谁推 资浅和自愿离职老板要付出的代价可差多了推 你的论点十分有说服力 城乡差距造就出来的差异 而且不断有更多有此类想法的青年 因工作往北部发展 更加劳工意识的提升 很难从单一方面去着力提升 说个不中听点的 钱签了那张鬼东西能短时间讨得回三万 已经很强大了 拉公安意识重要吗 那如果每个人都必须到了职场才人肉体验 高雄也有1949只那难民后代 拒了这个差异 而且政治现实也很明显 年轻人的声音与工作暴富 在中南部没有办法获得展现时 也会向工作移动往北部迁徙 那这公安意识的进步效益 大概是见机于一些意外的牺牲而省私推 其实与其说劳工意识不如说是公民意识 别忘了学校教育 政府也是当于在这环着力的 如果有一些公民常常因为政治纷乱而政治冷感 忘了自己是缴税 其实最简单来说 应该是要在教育中落实人民监督政府的知识 还有身为劳工的基本权利和法律 问题这些都不是强制教育推这篇 可惜科粉和DPP黑都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一堆人就只希望出现救世主来拯救这可悲的社会 对RZZZZ市政或者相关激政 就可以当作着力点 与劳工局调解时候 请求社会太脏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有理想 拉应该说台湾人太习惯那种英雄是领导 实际上最大的努力就是在键盘上相互叫嚣而已 波浪福常常就是把人推上去当总统或市长 就忘了监督重发非自愿离职 资浅预告工资 不过重点在于必须劳工自己能够有相关的有利市政 所以科P之所以干得好 是因为被蓝绿盯着 不可能乱来发了钱还赢不了 发PB赚推真是废道笑推推 看到选民服务案件这个关键字 今天如果选民背景强大 大概雇主也是乖乖吞下去拿出十万吧 不过走劳工局的劳资争推分享一条解道 也未必是说定就好 背景强大着例外 科粉缺钱科粉报道推中肯推扭扭推 另外我也认同政府权力越大干 蠢事实的伤害也越猛前看 那精美的22k和消费券成效 跟群众的智商有的比国民党的共犯结构没那么快瓦解的 国家里一堆扯后腿的真惨 还有最近在吵的离婚后 公务员的年金请求分配 讲好听现在正式转列点慢慢改变吧 但科匹真的很不会应付意识形态 叫做落实保障 实际上又多了很多事情出来标准蠢是这种东西 我是台湾民族主义者 但是我没办法忍受用污蔑的方式去攻击做实事的人 听科说两岸一家亲很不爽 但是更不爽的是一群披着民族自立大旗的人 用这种道德大义去捕风捉影的黑人 正因为我是认同台湾自立自主 才更决心痛推 选民服务做久了真的有感触 无脑科粉推一下同意挨压一样 拉自己就较进步 价值别人就落后 山珠臭猴子推推不领钱 我对科没什么感情寄托 但是科黑态智障 简单说就是智障还是占多数 没救民进党的民族主义 仅限于选举好吗 都全面执政了你在跟我说笑 终于有个社会人说个正常话了 之前一堆理想到一个铁头的境界 不过就个抓风向 曾被看破手脚的宋判坟 讲得煞有介事一样一 不认同南北论二 对我来说攻击做事的人 双重标准 劳基罚等事迹 依旧是与民众对着干推 TAIWANSEAL推推中肯 你要的劳基罚又不会是别人要的劳基罚 别搞笑了推 我磕粉 我骄傲 推 乡下地方一直都是派系 意识大于党的很难直接区分颜色 更常看见的是一个选民会支持两个或以上不同颜色的人 推反在新潮流提高标准检验科 实在是吃人吃够够 乡下地方千亿千都亲戚朋友 讲人情事故的谁跟你颜色 推所以南部才那么喜欢吃西瓜 另外极端独派整天摇 胎毒大旗 实际上在扯后腿 所以说大约是2024原字符 下化线原字符 台北城中长大的不容易融入台湾民族主义情绪 推好文太有道理推磕 谁放弃进步价值 你说了算 磕磕这偏恶心 真的是恶心 光是前面分析台北人我就看不下去 请问你这种自以为的想法从哪来 乡下就没人经营啊 要怎么动 后几代大家都是在台湾出生 谁会想被中国统支持科文哲 简单来说就没有更好的人很难懂吗 推推一个 有深度的分析 前前推推推 认同在乡下 大家都是你给我方便 我也给你方便的人情 漂漂很铁的推 看越多和笔者的看法 越相近前推 其实在怎么铁几十年之后 就不是这样了 完全打中 我几十年后 说不定就天然统世代惹推一个推 理想与实物 但是柯P真的让我们看见 理想真的能实践 国族认同那段很有趣 但我觉得这问题是整个世代的失落 而不只有台北 尤其是体制内精英 的迷惑是极深的完全认同 终于有个正常人 前面几个打高空实在看不下去 不知大多数的老板本身就是劳工 把所有老板都当敌人看待 这种人真的脑残 而且集中在八卦版绝青推签名党太瞎黑的说成白的 地址服推 强化劳工意识很重要 你干脆直说台北人都好棒棒 中南部都人扎废物吧 不用拐弯抹角的推推你帮照服员 但是你的文字论述加强一下啦 一立一修和二修牢基法 在修法的方式其实是灾难 我只能说推动修法 没有评估报告 又这么笨手笨脚很惨推 看来老简相关人员阿波浪福 我住新北认同 中南部大概如此讲得头头是道 请问劳工的七天假呢 烂老板直接让他导这论点 喜欢帮推你怎么能期待 若是劳工都懂法律呢 有些根本没读书 所以你也替资方省钱不是吗 柯文哲是一个极端现实主义者 你只是投射自己的理想主义 在普神推他身上 从虚假的镜子 看你自己想看的进步价值 但柯文哲只懂最基本的 劳工权利没那么难 被解雇有钱拿很难懂 是纯粹现实主义而已 他并不是真正支持进步价值 真的有理想有价值的人 不会一天到晚拜毛瞪拜小蒋 隔几天再去正南荣长子纪念一下 他本质上是受国民党体制下的好学生 威权主义者 看处理肖小林和大巨蛋 就知道他多么现实 只是台北那些把柯文哲当救赎的人 不愿意看清楚而已 柯文哲是一个民进党 没人比得上的顶级政客 他的危险之处在于 所有的价值在现实主义下 都可以拿来交换 所以玉木铭那些人在挺 国台办不断派人来台北市交流 都是觉得有政治工作失利的点 讲浅白点就是柯文哲 这个人是可以谈判的 但民进党的国族主义和共产党是没得谈 民进党所谓的台湾价值之问 本质在此 台北人真的觉得和共产党有得谈那些进步价值 推还是有不能不考量的现实面中肯推推推 发钱报就先须推您跟KK斯的文 都有道理实在不用比较伤和气推推推 提升劳工意识才是唯一解好文推 纯粹的现实主义何尝不能是价值 空口的台湾中国也真的是够了进步青年就是棒 国族民族主义脑残 会武统 ROC宪法虚号 赞政府权力过大 就像戒严时的二条一 政府想枪绝谁就枪绝谁 这篇文章烂到骨子里了推 所以民进党派南部两大神主牌来搞台北南部就是势力测验推 哎有道理 你想过其实有一大份的人都上北部工作 且是PTT使用者 推推一个劳工需要的是有建议 以及学会怎么用建推推回到现实世界 讨论了推推台北市国民党国价值思想 成推最后一句推 原来你驻台湾一直以为你是国外外读会之类的人 推资讯不对等跟谎言很多都是问题 歪推一个讲的对集了这篇比较趋于现实 想到还要几十年所谓的铁票才会走光就难过懂得维护自身权益真的很重要推 让我想到小时候婆婆妈妈零免费的卫生纸资讯要流通同意 但违法就违法 抹黑有做事的人 不是全面执政应该做事的政党没什么贡献 而且这关高道德屁事 中央的错 文哲负责 几次了 就算要管八千个企业 只要杀一到二个来示范 马上就会传开的 手掌扛得住 保证乖乖的 除非一开始就想着我不想要做这件事 那绝对做不成推推推推将牢基法列入中学课程吧 简易版就好 难得有正常一点的独派会支持柯文哲 现实推说得很好 长山七四郎 呵 说得很好 嗯你跟KKC应该是差别 在母猪教推网路和现实真的差很大 像网上都推小咪波浪福 结果是占很惨2% 然后阿婆网上被骂很惨 波浪福是占赢过阿素死指书 苹果三星等于等于关于牢基法的观点很有趣 很少看到现实的角度了 给推和博文加科等于柯博文成乡差距吧 优质给推 推推推推推 不要用道德看清现实才是改革的第一步 事实有深度 看不懂的可能还太嫩 推推推只要DPP还是小鹰主导 我想很难烂到拿小鹰是有进步思维的政治家 本来就会给柯批选 他只是希望柯让DPP有台阶下 上面有人说劳工要有件 不过在那之前起码把老保这种普神顿配好吧 实在太多不知道没老保的恐怖讲起来又很累人 奥斯写真好 其实KK斯好像也在高雄 在三成这边QQ这篇也推 比较贴近现实 你写的现实面 我还是推啊 并不会酸文骂你推推 中肯我未知论推推 但是KK斯是什么 有人可以告诉小弟我吗 那是东西 这是西丹 用中国兰幅 请对 不同 咱们 亭 终部分 用